我們久違了很久就沒有見葉師傅 記得我們一年前一起做過節目 十幾年前 十幾年了 我和你都這麼合身 這次找葉師傅 其實是我的教練 跟我們聊幾句 沒問題很簡單 你喜歡吃榴槤嗎 我是榴槤王 榴槤的愛好者 除了榴槤之外 剛才我忘了介紹 葉師傅是甘埔拳王 玩泰拳 豐富了得 但又喜歡吃東西 非常喜歡吃東西 所以要keep fit 所以你們要keep fit 就找葉師傅 他現在都有管 跟大家操心 但今天最重要是找葉師傅上來 原因就很簡單 因為葉師傅有些好東西給大家 首先申報你一千萬元 我不吃榴槤 我怕了 但葉師傅有些好東西給你 你介紹一下 為何有些好東西找到回來 其實我剛剛代演了一隻 馬來西亞最頂級四十年金種子的貓三亡的榴槤 這隻榴槤也是用了一個非常之 因為很多榴槤來到之後 你會發現它們的品質有點偏差 我聽說好像不夠新鮮 就是榴槤也要新鮮 因為你來到的時候 你經過一個運輸 用雪呢 很普通地放進雪櫃 冰完 冰先過來 其實如果吃到最新鮮的位置 應該是用液淡的技術 我們現在用了液淡的技術 我聽說液淡的技術 有 要用淡氣 即是變成速度 變成流體 例如魚 你一用液淡淡氣 它會馬上死 然後你放進水裡 溶回去 馬上會生 就是用這個技術來做這個榴槤 好 那些榴槤 你簡單講講 跟平時我們吃開榴槤有甚麼不同 吃到樹上真是最新鮮 吃到榴槤味 真的最新鮮 所以大家 如果聽到葉師傅介紹 其實就應該真是時事 但最重要的是價錢如何 當然有直播價 有直播價 因為我介紹 很多人都聽到 都會上來試一試 但問題是 試不夠 你要付不付一個折扣 梁錦祥介紹過來 給一個好一點的價錢 這樣可以嗎 當然了 大家可以問葉師傅的時候 葉師傅一定會比較好 但記住要答我 我的朵 是梁錦祥介紹的 除了榴槤之外 我還聽聞 因為現在舊歷已經是六月 中秋節 差不多是中秋節 有甚麼月餅之類介紹給大家 我現在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榴槤冰皮月餅 榴槤冰皮月餅 有沒有黃的 全部是榴槤 全部是榴槤 是黃色的 這個比較靈略 但也是正事 沒錯 Anyway 月餅大家可以想想 因為時間很充足 很多人都早訂 但榴槤我相信大家也不要猶豫 如果你吃的話就馬上找葉師傅 但記住要答我阿朵 即是講明的梁錦祥 就有一個小小的discount 可以留言 好的 至於那個具體的聯絡方法 我待會會告訴大家 總之要找葉師傅 今天這個直入廣告的產品介紹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有葉師傅 再有正事再介紹給大家好嗎 好的 好 拜拜 好 拜拜 拍攝食物室 跟大家見面 大家看到後面就是自殺特工 剛剛這個禮拜上 這禮拜上也頗為熱烈的反應 暑假第一部大片 但遲了很多 你記得很早已經暑假的電影 鼻枝豬俠的時候 六月就開始了 即是你說以前 是呀 即是幾年前 幾年前 好幾年 由Sam Raimi的千禧打號 第一代的蜘蛛俠 已經是六月幾時開暑假第一檔 現在這個真正稱得上暑假第一檔的大片 這部轉來是真正來的 真的呀 但是以前的暑假其實是一家大小 一起買飛奧去看的 現在都不知道什麼事了 這個三級 各位觀眾 你不要彈述錄來看 這個紀圖說的那支三級 這個可以討論一下 因為我最初都奇怪為何是三級呢 但是那個導演是有心的 就是它是要加一些血色 暴力鏡頭 血色上去 但是那些血色很卡通 其實都是小孩子都可以看的 我覺得都沒所謂的 這個我想現實的小孩子 就當它這些叫做看森林紀錄片 獅子咬動物的差不多 它其實都這樣設計 唯獨去到那些地區的便檢的制度 就覺得它都這樣東西 它看完不安了 大人看完不安 所以說小孩子都沒可能不安 我都不是小孩子 你又不是小孩子 你怎知道小孩子怎麼想法 現在的小孩子都要看很多東西 晚上三更換房門 在機器那裡已經看到很多這些暴力鏡頭 你怕它看不到 總之這部是你看到它很虧待性的 但其實虧待性在上來 我覺得它很以前的士尼的風格 就是它都很顧慮 它在意識形態裡面 那些小孩子看完之後 就有都是適合小孩子看的世界 不過它的表現形式是成人了 以前來說就是成人了 不知道啊台長你是不是這樣看法 我也是 我覺得不應該是三級 我也奇怪 為什麼是三級呢 是呀漫畫本仔而已 但是現在很難說 現在怎樣制度我們都不太理解 但anyway 我看的時候那個現場反應是相當不錯的 是呀 因為我看電影那麼久 現場觀眾有反應已經是一個挺罕見的情況來的 是真的真的 我們現場觀眾嘻哈大笑啊 那是爭取未拍手掌的 但是已經是一個挺正面的一個現場 通常你現場這一大笑的那個呢 比如好像這一類的那些作品呢 那那個是技巧來的 嗯 他想做這種叫popcorn觀眾的他們的要求的效果 他官能感是很強的 這裏的確呢 他的鏡頭 動作鏡頭的那些處理 我覺得有幾場是 是比Avengers更強的 我覺得 就是我個人的認為呢 因為用分鏡頭和行內人 去看他的特技的那個細節的程度 你如果看那個IMAX的版本 我就看那個IMAX2D 那個是很精緻的 嗯 很吸引的 是 我還未講這個 自有特工之前要講講另外一部 就是鬼同你住 哦 那多謝你 不是 不要吵氣 應該的 哈哈哈 好像很壞 不是壞 是不是很壞 不是我覺得面蒙 不是啊 李靖都贊自己贊自己 我首先要贊自己 哈哈哈 但是這套鬼同你住呢 就好像在我們去 星期四的時候開話的時候 都是在香港片裏面 就佔首位 是的 那個成精是相當不錯的 應該有很多人捧場 他做了有幾次是明星牆 又或者是明星來捧場那個人 那個反應都相當之好 那就都比較上安心一點 嗯 因為他裏面有很多些處理 雖然是一個叫鬼的類型片 嗯 但是有很多人你都未看的時候 你都已經講了一樣東西了 其實有些人都反應都是這樣 就說這裏就不是鬼戲 那我就說千萬不要這樣說 哈哈 是鬼戲 不過是一種新的處理 是有些破格 這樣 所以現在的人都說這部戲呢 就是混合片來的 嗯 那導演都說是溝溝的 嗯 那我就加多個字 我按溝溝 哈哈哈哈 很有橫童式的一種設計 其實是有些擔心的 嗯 那現在在那個開頭那裏呢 那我覺得都是正面呢 就可能因為他香港片呢 其實大家都可能都想有一種開懷 那我們這個裏面呢 雖然都有導演他一半呢 他想講講時代的訊息在那裏呢 但是他用了是一個都是一些好 好反抖啊 還有好好混合片的那種虛化呢 那所以你要看上來會覺得爽 那這個呢 而且觀眾現在呢 即是已經開始時的反應 我們都其實都覺得 啊 那都好些 適合到那個部分 嗯 因為這些戲需要觀眾的 你知道嗎 喂 所有戲都需要觀眾的 就是你 有些不用的 有些不用的 找鬼 有些很有錢的那些老闆 叫找鬼看 哈哈哈哈 我們都是鬼都歡迎他來看 是啊 那個時間都相當之對的 因為今個月就是元蘭節 是 那應該都去到今個月底的那套戲 嗯 還有流雨的情況呢 因為我想 可能大家都看了一些資料 導演都是為那部戲 都做了好多訪問 那他都很提及 就是裡面你除了笑之外 還有你覺得過癮之外 你看回其實就講一個很切身 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 屋租實在太貴 有些人真是根本住不到的屋租 因為那個原因就做不到 那他都說一樣東西就是 那你想沒有屋住呢 還是跟鬼一起住呢 就是這樣 這個很經典的問題來的 譬如說 那些空宅 嗯嗯 以前我記得有個足球員 是這些外援來的 是 他說 見到我鬼都害怕 哈哈哈哈 這麼光陽都害怕 哈哈 哈哈哈哈 打足球的都很陽光的 已經是 不是 實際上這個 不是 原因不是因為他 他只不過是開玩笑 但是那個租的壓力太大 是 是吧 那他人工又不高 那又是遠度而來 那你叫他住哪裡 那他 說鬼屋都住了 什麼所謂的 事實上這部戲 都是觸及到 有一些 就是你以為 鬼屋一貫而言 就覺得這個空宅 就是沒有什麼市場 其實不是的 你懂得怎樣去運用 那個戲 就龍天生 就有做那個 又有做那條線 這樣就出來了 那麼就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看這一部戲 那時候 那我覺得大家都很有一個感受 而且他很幸運 他一出來的時候 烏甸尼 就都找到他做一個國際手影 嗯 那聽說他的反應是很好的 因為那個 但是他覺得不滿意的 那個因為太急了 其實就是光 即是光是調得不算太完善的 現在這個版本 現在我們看香港版 正正式式的 就是導演過關的那個版本 但是他都提出了一件事 就是 所以你說香港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題 就可以拍的 這部戲就可以做一個舉例 譬如他裡面 就是我們找到一個 那些叫做高樓 那些豪宅高樓那裡 十三十四樓 是沒有的 有時候四樓都沒有的 二十四樓又是沒有的 那這件事就基本上 這種迷信的成分 香港就肆無忌憚 說沒有就沒有的了 那另外還有一些外國的觀眾 看上來的時候都覺得很有趣 因為十三樓 因為十三樓 他們會明白的 因為都是一個不吉祥的 或者是南韓都有一部 彩雲川 都不同的 那你會看到那樣東西 就是傳統就這樣叫 香港習俗 用那樣東西來做一個題材 這種戲劇元素 其實都可以吸引到自己 或者外國的朋友 去認識香港的 這個是其中關鍵 有時你要將自己 要用一個外人的眼光去看自己 有些事情你覺得很尋常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別人來到就覺得很特別 舉個例子 比如說香港人的浪衫 也這麼經典的 是的 但浪衫又不是說你個別的 而是說整個屋邨 那些就變成萬國旗 這樣才有趣 是的 我們有很多這些細節 可以用來做一個電影題材 只要你用一個敏感的眼光 去觀察我們的城市 很多素材是可以用來做電影的 因為香港的電影 其實我們已經說到 牙膠都掉了 就是本土是讓不了自己的電影 因為除了七天先 或者那類電影 會容易計算到一個預算 可以生存很久 香港要找一個質素出來的電影 基本上由六七十年代開始 那類電影 都知道你要靠一個叫外國的市場 去到七十年代 李小龍 成郎那些都已經知道 他們找到製作資源的地方 外國的市場 不單止是台人街市場 是外國人就開始有興趣看香港的影片 而那個觀眾 我們現在是不應該甩掉他們的觀眾 到蘇華到現在 其實他們都還有興趣看香港的影片 但當他們對香港的知識都很深厚 有時候你偽香港的影片都騙不了他 譬如做一個舉例 我所知就是譬如《善女幽魂》 很經典的 《善女幽魂》在意大利受歡迎到 有一個意大利配音版 所以五馬是否見到叫Fernando Ferna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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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上了他們的主流市場 就變成了外語片 他們也都將它配合了他們的本土語言 來吸引一些他們的本土觀眾 簡單來說 他已經不當是一個外國片 他當作是一個流行電影 這些就是香港有些片 去到那個程度 尤其是功夫片的時期 七十年代的那些 就已經有這個市場出來了 我們現在你說香港片 就是你保持到那個傳承 你就沒有死的了 你接到而已 他覺得你的電影 除了有你的技術 在電影節 或者一些小眾的戲院 其實現在都多的 都很容易生存到的 只要你有一個功夫 如果你能進入主流院線 例如樂府藏龍 那些就可以去到的了 應該在港產片的時候 應該Cura 就是疊血傷害 都能去到主流市場 我們其實就是想保留那個水平 找到的那些 知道 我想你 就算有一個 做的 有來了 旅行 是 有